ولing 来 让我们来欢迎 这个又是有一段时间不见的 周慕芝老师 大家好 欢迎周慕芝 心心心理资商所创办员 慕芝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聊 奥运刚刚结束 那其实 我昨天还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今年的奥运 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每一年的奥运 我们都就是在那个时候 都蛮疯的 但我觉得今年的奥运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 对很多就感动时刻特别多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是 我们都一直以来 看了好多年 很努力的这些选手们 他们的最后一架 对 比如说像是戴姿颖 然后像是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戴姿颖 还有像那个谁 那个也是说这次 庄吗 领阳配音他们要拆火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庄职员 不过庄职员已经讲了 很多次的他们也不打奥运 我们不晓得他下次 是不是还是会带着 柚子还有产出的苹果 或凤梨等等的 再继续在奥运场上 那当然还有很多 因为受伤的 我们看到 还有郭姓纯啦 我忘了讲郭姓纯 对然后还有很多受伤 带双双双双双双 这些都让我们觉得 特别感动 而且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我以后 就没有办法看到他 在奥运场上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之外那当然还有 就是林玉婷的事情 因为性别的这个风波 在全世界引发了 这种讨论在网路上 那也造成了一种 这真的是同仇敌忾 举国愤慨的这种状况 然后这个 这种感觉就变得 好像让这一次的事件 更加的升温 那当然现在奥运过了啦 那回归平静 大家作息要调回来了 但我就觉得 其实在这一次奥运当中 有蛮多东西 其实是可以大家来聊的 从奥运来看大众心理 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很为难吗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我觉得本来 因为本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 虽然是好姐妹 对 但偶尔我觉得她还是会觉得 从奥运姐为什么每次都要挖一些 难跳的坑给我跳 但我后来想想 你真的很看得起我 因为你觉得我聊这个东西 才不会纯粹只有骂什么的 我会讲很多立场 因为我没有要骂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骂的部分 就留在自己的粉砖上面 你知道留在自己的粉砖上面 骂一骂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 但我想要聊的是这些心理学 因为我就在想为什么大家 我自己都觉得我受影响啊 对 我那天有跟大家 跟我的听众朋友讲 我说我就变成说我就很 我就不睡觉 我就在看 我在那边海巡 在那边巡这些外媒 可恶我也要下去英文留言 替代性创伤 英文没有那么好 英文没有那么好 我就去看那些英文好的人 都会有很多的那个 已经有的句子 让我们去复制贴上 我再把它改一改这种 对对 可是因为说 这东西到底干我什么事 好像你知道有人这样问我啊 你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人就留言在我那边就说 他自己本人都不气了 你到底在气什么 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生气 好那当然我们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价值观 我就跟他 我回他我就说 我说这个还好吧 我说你一定不是我的粉丝 我说你如果有看过我对于 就是性伤害跟性暴力 对那些相关的反应 你就会觉得这根本小屋见大屋了吧 我这哪有很生气 我这是很平和的在 在讨论事情 因为这是某方面已经变成公共议题 我说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不同 每一个人关注的事情也不同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好讲 你觉得别人的事情 你干嘛管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只是别人的事情 可能在我的成长历程里面 我曾经看过我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我们如果有一些 我想说或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影响力 那我就要说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管我 所以那个是我个人的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这么多人会这样 他到底是不是有一种就你讲的替代性创伤 或是什么的 因为连林玉婷他自己都讲嘛 他说因为他备赛的时候是所有的东西都关掉嘛 对不对 那后来他知道了一些 然后他说他回台湾之后 他想要投身到一些反霸凌的一些活动里面 我觉得这样很好 但我觉得他就勾起了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他在遭受霸凌 那霸凌这确实是非常多人 曾经有过的 你有我也有 谁没有 大家都有 所以当你想到一个人他在弱势的状态之下 然后被很多的这种霸凌的舆论包围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勾起了你一些 甚至是当然这件事情又更麻烦 就我也很不想讨论的 我很讨厌讨论就是意识形态跟国家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讨论起来就没完没了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又 可是这件事情里面他确实也 也在里面 只是我没有很想讨论 但是光是刚刚前面这个议题 我觉得就是可以讲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他的确是 我现在有几分钟 等一下什么时候多加进广告 你现在有六分钟 六分钟 好那我就先分个几个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的确有牵涉到几个状态 一个是没办法避开啦 就是所谓的 我就先不说国族认同啦 就讲说这个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认同 也就是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是融合的 台湾的女儿 就是其实玉婷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有帮他加一些 就是名号嘛 那个名号就是 我们自己人被欺负了 的那个感觉 大家的同仇抵害感 其实会更强 那很像自己家人被欺负 你就会很想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文化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当然我觉得现在新的一代不一定 但至少我们这一代 尤其是我觉得女性 这个状况可能会更严重 就是很习惯自己的权益被人家 就是亲蒙打呼 亲蒙踏呼的时候 我们反而不比较不好为自己发声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我 其实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想清楚啊 人家会这么对我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 可是只要我们的朋友家人 自己身边的人被欺负 我们都比谁还气比谁还大声 对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人 特别是台湾女 因为我们不太习惯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所以这个集体意识 就是我们其实跟日本人 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像 欸我就像欸对不对 对对没错 很多人都跟你样 这个是一个集体意识 这个集体意识是说 我们不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地方 可是我们又不是像日本人那种 就是很收汤 收汤圆那种 我们是那种会我们整个 很像是我们整个集社 有没有 喔对方社打过来 我们也打回去 就是那一种 那个我们大家是一体的 一心的这种 以心理来说 就是一个共生融合的状态 会让我们很舒服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会有同质性 然后那个同质感会很舒服 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很难去避免 会讨论到这个一定会存在 所以才会在社群 而社群网路本来就会在放大 这些心理跟气氛 然后你会觉得一堆跟你不认识的人 居然跟你同样的心情 然后你有感觉 那个东西会被强化 就很像是 你说宗教也好 你说政治也好 你说任何的意识形态的议题也好 都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讨厌 我心理师一讲那个东西 就觉得好无聊 他就什么东西都要分析 烦死了 我觉得本来就很值得分析啊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就是JK罗琳 他代表的意义 我没有问你哦 那我敢讲啊 我今天没有 因为我今天准备要来 我就是准备好了 没有啦 我跟你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两个都是那个 哈利波特迷 我们两个都是骨灰粉 好不好 那所以最近啊 就是看到一大堆人在骂JK罗琳 那当然我也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他这个他这一次的行为实在是让人 无法苟同哦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对 我们就事论事 啊但是呢 我都一直觉得 哇那我要问这个穆赵老师这件事情 穆赵老师不知道会不会很为难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可以分得很清楚 没错 而且其实这件 这一个内心认同的破裂 我不是这次 这次不是第一次 在几年前JK罗琳 就已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只是在台湾没有吵得那么热 就是那时候 美国在发生一些 在讨论一些跨性别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要用 如果这个东西我也没有非常非常熟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 因为JK罗琳的关系 我开始有追这些事情 所以我大概知道一点点 就是美国现在他们有一个 觉醒思想 其实就是之前马斯克在说 他女儿后来去做 就是后来他女儿 呃他就是女儿 反正他跨性别嘛 然后他 呃他马斯克就觉得 这些觉醒思想 害人不浅等等 其实意思就是 现在呃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这这这这些年 变得比较就是左派 比较左派就是他们在 性别的平权跟认同上 走到一个有时候 有一点点极端 那就是他在青少年时期 你的甚至小学 你对你的性别认同 都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你要当哪一边的性别 那之前我们在做要就是转换性别的时候 美国跟台湾都有很多评估 评估你的心理 评估你的需求 你有没有决定好了 是不是真的是 你想清楚 他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评估 最后你才可以做转换性别 但后来美国的走法是 你可以不用有这些评估 你说好你可以 你要换性别就可以换 我长得就像个男生 但我说我心里认同是女生 然后就可以换 所以开始就有一些 虽然他是左派 但是他有些东西 他可能是比较女权 但他不是这么到那么极端的 父母就会担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 今天更衣室突然进来了一个男生 女生更衣室 他说我心里认同是女生 这样行不行 厕所如果出现了一个男生 他说我就是性别认同是女生 这样行不行 如果我们都没评估 所以这个东西它变得非常的 就是走到一个很极致 这其实也就为什么现在 就是当然就是川普他会 民调变得比较高 有很多原因 因为川普很 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多 很多bug的人 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一次的状态 跟之前的状态很不一样 跟这些东西都还是有一点影响 了解了解 我前两天也在跟我先讨论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 我们同样也是从奥运 我为什么会想讨论这件事情 大家心里想 如果今天你就是要 有纯粹的骂 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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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要听了 因为我们是比较理性的来思考 我想要来拆解 因为奥运的这个激情已过 我们来拆解这个当中 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就来跟我先 从奥运的这些事情 我们讨论到国际 讨论到美国 讨论到川普 讨论到极左 讨论到极右 这个真的就是可以讨论的 完全是有关系的 但是你讲的那个东西 我没有那么 因为他是跨性别相关 我只是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从为什么这些演员都跟他翻脸 对那个早期 开始 然后但是这一件事情 JK罗琳 JK罗琳他有没有问题 有有有 等一下我们会讲 但是我先讲 他的这个东西 他的背景 对 然后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那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JK罗琳就开始买送 他就觉得说啊现在都管得那么松 是怎样 那我觉得性别的 他认为这是他的看法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 对性别的看法 但这就是民主社会 每个人都有他的思想 可是你不要用你的思想 去伤害别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他认为 就是生理性别这边 应该是固定的 对 就是生理性别是固定的 那他觉得对他来说 去 呃 剩一分钟 对他来说去 保 保护跟照顾 弱势的女性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担心的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情况 再加上之前 苏格兰还是哪里 有发生一件事情 苏格兰警方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就是 他是生理男性 但他说他心里是女性 结果他犯性 犯性侵 对象是女生 他们会说是跨性别性侵 他们不会说是男性侵犯女性 就他们的分类 会把这个算在跨性别 意思就是当你在做一些研究分析的时候 你会不晓得 就是这些其实他是生理男性的人 他只要说他是 他是心里女性 他就被放在过后性别那边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 男性暴力的这个部分 但我觉得他因为比较大问题 就是在你刚刚前面一开始讲的 就是他已经省略了所有的评估 不管是心理身体上评估全部省略 那你就变成说 这个东西很难界定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这一次的奥运已经圆满落幕 不过这次 奥运从开幕就话题不断 非常有意思 那个巴黎奥运开幕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那你看之后你是觉得 哇 那真的是 我有看 就是说 不知道你看之后 你是觉得说 哇塞 这真的是 呃 我史上看过最特别的一场开幕仪式 真是赞透了还是你觉得到这到底在干嘛这样之类的 因为我发现他非常的两极 对 但你但也有人说哇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主办国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呃一个国家 一个多元的包容的或者是一个浪漫的 你就是呃可以看得出来 那从开幕到的争议 然后到后面 当然那中间争议真的蛮多的啦 那我就这个等一下看看 有没有我们这些老师从里面也可以抓出一些心理 大众心理来说的 不过我们刚刚主要在讲到的就是我们拉出来来看这一次 我们认为说我们的选手遭到了霸凌 嗯然后的这个霸凌的霸凌其实是不是因为他也勾起了真的某种替代性创伤 不管是我们个人的或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呃国际间的大国小国之间的这种 不用我们不用特别去强调我们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独特的这个状态 嗯光是大国跟小国之间你就可以讲了对不对 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些所以有些那当然呃身为这个哈利波特粉 我们这这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看到JK罗琳这事情看到很多人在骂 那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人说我早就讨厌哈利波特这部作品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看我看了一点我就受不了这样 那我我个人是觉得这事情是可以分开两件事情看 那刚刚其实呃穆哲老师也讲了一些 然后我们在广告期间也讲了一些更深入的 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 刚刚你讲到这个呃性别议题在美国一开始哦 会呃有的一些状态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也我也不是那么清楚好 所以说JK罗琳认为自己是一个嗯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他要保护这些呃弱势的女性 光想一个情节就是刚刚穆斯举的那个例子 我觉得就够了就说我今天在一个女女生的厕所 结果或是我在一个女性的更衣间淋浴室 结果进来一个男性他说我虽然生理是男性 但是我心里是女性 因为在美国某些地方他可能就认他他是被认可 比较宽松比较宽松他被认可你可以认为你是女性 那你这样走进来那是不是其他的女生会很很害怕 会很不安那会不会有一些意图不轨的男性 用这样的方式去去伤害别的女性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议题好 JK罗琳从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认为他应该要护卫女性的权益 这是一回事但是当然到这一次有比较问题 我觉得我觉得穆斯老师你可以把你刚刚没有讲完的部分 就是在前一段我们后来进入到广告才讲的部分 可以再跟大家讲 我觉得刚才说因为其实那一个我刚刚有在广告讲到 就是苏格兰警方后来讲了一件事情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事 就他说所以如果以后有一个他的生理可能是男性 但他心里是女性 结果他对女性从事性暴力性侵这样子的行动 他们的那个案件的分类 就会把他分类成跨性别的性暴力 不会把他放在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上 那这会有什么差别吗 这个差别就是你的研究 还有JK罗琳来说 因为他强他一直在就是讨论关于性暴力 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这一个部分 因为他自己也是幸存者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子等于是就削弱了 我们这个议题的严重性 因为这个本来是男性 他被放到跨性别 所以最后就变成跨性别的那一个性暴力 而不是去讨论男性跟女性的这一个性暴力 包含社会的权力结构 包含就是生理上的差别 他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需要被证实的 不能随便就这样搓太远就过去 有些东西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开放 可有些东西他是不能开放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很多的就是关于社会的议题 每一个人走在这一些社会的议题上 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经验 还有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自己身边的人的状态 会在不同的光谱上 没错 然后这个不同的光谱 就像JK罗林为什么会这么坚持这件事 因为他自己经验过 然后就像有些跨性别的人听到他这样讲 就当然会很不舒服啊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的认同是女性 可是我错身了身体 所以我听到你这样说我就很痛苦 因为那个痛苦不仅仅来自于 那个痛苦是我一直以来 被这个社会不理解不接纳的那一个痛苦 我因为你这样子我就非常的痛苦 然后大家就可是 所以他这样讲 大家就开始攻击他嘛 就是并没有很搞得清楚 那其实JK罗林他不是没有试着 要把他的东西讲清楚 他也试着想讲我尊重你们这个样子 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是很痛苦 可是我在讲的是我的事情 我在讲的是我的看法 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你们这样认同 他其实一直在传达这件事情 好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在讲奥运之前的事哦 对对对对 我们在讲前情提要 没进行为止 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正常人 哈哈哈哈 好这个罗伍撑上已经 已经表现了 已经表示了我们目前 对于他在这次事件当中的看法 就是觉得他真的是不正常 对 好所以但我们在讲前面 对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对对对 我觉得这蛮重要 对 到听到目前为止 我都能接受 对然后呢他就开始 然后但是他就开始被很多人攻击嘛 然后呢被很多人攻击之后 他就越来越不爽 然后他就开始在推特 因为推特大部分都只会放 就是短短的 就是评论或短短 他就开始就开始丢说 因为等于是他也被霸凌了 但是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然后就有点 就讲就开始他本来会写一些 是不是长篇大论 我们后来就开始写说 所以以后我要怎么指称 有月经的人 就是或是就是他会 他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不能说女性 要说有月经的人 还是什么的之类 但是那个东西就很讽刺嘛 然后大家又炸锅啦 就觉得说你也在讽刺 跨性别的人什么的 然后就越来越越来越那个 然后我觉得他就开始有一点就是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 我不知道他的心理状况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他开始在丢东西的时候 就开始丢炸弹 他就已经开始就是 我不管啦 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笑的啦 然后我就告诉你们 我的想法才对的 我现在就是虽千万人无往矣 我是现在乱世的一股轻流 然后他就开始 因为重点是他身边的人也都不支持他 就是我那一些就是因为有其实有蛮多 像比如说像妙力啊 然后像哈利波特啊 他们也都是在自己日常现实生活 都是很支持跨性别人 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真的非常的理解 JK罗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变成是 演员跟他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 他可能已经就是很 就是痛苦的 有一种重叛亲离的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觉得 我在坚持的其实不是 不是错的东西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攻击我 然后到最后他就开始 就是乱丢炸弹 我觉得他后面的状态 其实就是在还没有发生 李玉婷这件事情之前就其实已经这样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 那个什么JK罗颖懒人报之类的 已经有点 大家如果要用我们这个 常常会看到的话 就是已经有点走火入魔 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的初衷 初衷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 必须要这样说 只是后来他因为 但你也不要忽略掉 为什么他变成这样 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因为 他也被攻击 但是 就是他可能也遭受到霸凌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 怎么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他就一直重复的反复 在一下子就受害者 而且大家要注意 他会这么注意女性的权益 跟安全上保证是因为 他也曾经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没错所以我刚刚在说我们每一个人 会因为个人的经验与立场 会在我们不同的光谱 就算我在某些事情上 可能很开放 可是在有些议题上 我说不定就没有 这是很正常的 就算我跟我先生也许 在某些事情上的想法 是很接近的 可是在讨论一些事情 像我们有时候会讨论 什么死刑存废啊 或是什么东西 在这种事情上 我们可能会各执一词 看法完全不同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觉得如果你跟我看法不同 就代表你觉得我错 我就很生气 我一定要说服你 这样子就会变成 很容易起非常大的冲突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 我尊重你的立场是这样 我也你也尊重我的立场是这样 因为这个就是民主社会 每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 不同选择 会有不同立场 这一件事情 尤其是你是 有一点影响力的人 你就更要留意到这一件事情 对你发言出自己的立场 会对这个世界对别人产生的影响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立场 你甚至你都不用讲 你决定结婚不结婚 你决定生小孩不生小孩 你有没有谈恋爱没谈恋爱 你谈恋爱的对象是 同性别不同性别 你做的每一件事 然后你做什么工作 你的生活怎么生活 你在做这些事情 全部都在展现你的立场 所以你要说 比如说像有时候也会有人讲啊 我有时候也会在我的粉串 讲一些比较自己的想法 那有些人就会说 总之你立场那么清楚 你怎么可以立场那么清楚 心理师不能立场那么清楚 我说那你心理师 你不管结婚不结婚 生不生小孩 那就是一个立场啊 就是你决定是要一个 是一个生小孩的人 还是不生小孩的人 有结婚的人还是没结婚的人 这件事情非常有趣是在于 我会不会认为只有我的立场是对的 我得用这个立场去碾压别人 去说服别人 甚至我甚至表现我的立场 去伤害到别人 像这一次的事情就是 玉婷真的是水到爆炸 就是我觉得他就被 就是有点像JK罗林的祭品 对对 其实是 然后那个祭品 是因为JK罗林以前也被当过祭品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我就想说天哪 这简直就是没完没了 就是一个抓交替的概念 农历七月都还没到 那时候事情发生 我还没农历七月 我想农历七月都还没到 到底在搞什么鬼 对 所以 有这边有人说 他其实 有看罗林一开始的文章 也能理解他的想法 他说 但是其实现在有蛮多人 就是也没什么耐心去了解 所有的事情 看一半就开枪 不过确实奥运之后的事情有点 那以JK罗林在这一次 针对奥运两位的 全级女选手的一个发言 可以看到是第一个 第一个不用讲 他就错的 就是他引用了错误的资讯 他引用了这个错误的资讯 IBA去年的一些东西 然后被一些媒体 我个人认为 一开始在奥运前的那些 所谓的错误消息的引用 其实有可能是有益的 我自己一直觉得 就以我自己在新闻圈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 不小心我 我把去年IBA的资讯 把它放到 变成这一次奥运的 这个资格的审资 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是 权力的斗争下的牺牲品 这个没有什么用错 我后来说什么 这个说是用错了 没有这种事情 他就是一个刻意所为 那当已经出来澄清说 这件事情是错的 那可是你却用了这样的一个资讯去 做你接下来的铺陈跟 跟攻击 我说JK罗尼 那这件事情 他就是在一个错的基础上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但只是试图让大家理解 就是说这整个事情可能是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 那 霸凌 我们就来聊聊霸凌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回来 我们待会还有一段广告 霸凌小到小的时候我们在班上 大到我们现在在办公室 大到国际之间 都在霸凌 现在网路发达霸凌更严重 而霸凌所造成的后果 可能也比 我觉得也比之前要严重 就是因为有网路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不管是 呃一个 一个可能 Nobody 或者是一个像 这个知名国际 或是韩国知名的艺人 也会因为霸凌就轻生了 所以 面对霸凌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 其实是今天我最想聊的东西 那JK罗尼 跟哈利波特这套作品之间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 有些人可能就觉得 哇以前是哈利波特名 然后现在就觉得 我要把书烧了 我这个 我都后悔我当初看了 那穆斯老师举出了 其实讲了非常多 历史上很有名 然后的一些文学作家 就说我们到底 要不要因人肺炎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是长久以来 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 刚刚穆斯老师做了一个 非常棒的讨论 很棒 但是我就不在 因为已经讨论过了 这个是直播福利 那我不晓得直播的朋友 刚刚听到之后 是不是也觉得说 好像也是这样 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看法 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上面来讲 那如果有兴趣 去听有关于这个 是不是我们要因人肺炎 这件事情 可以去看回看 接下来我就讨论 我刚刚进广告之前 所说的霸凌这件事情 这么多的霸凌 每个人基本上大大小小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这确实有很多 曾经受过霸凌人 后来变成霸凌别人的人 关于霸凌这件事 我们要如何自处 或是面对霸凌者 我们要如何自处 我先讲 丢出一个议题 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 比如说以林玉婷来说 那我觉得也不只是 林玉婷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选手 其实他们在 呃 备赛的过程当中 可能尤其是他 那是后来 教练有说 他是把他所有的社群都关掉 嗯 很聪明 从奥运前就叫他关 对 然后都不让他看 真的真的 所以呢 他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也许他在赛场上 有看到一些 嗯 但是 那个跟 整个网路 如果他有打开来看 那个强度 那可能就是一厘米 跟一个大海的差异 而且因为他 他可能上场前 其实是很专心的 其实也不一定会 注意到那些事情 所以说 你知道后来 那个教练最后说 就是他已经拿到金牌 之后教练说 他是到刚刚 我才跟他稍微提了一下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嗯 站着之前他都不知道 我就转头跟我老公说 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我老公说当然有可能啊 他说他们进选手村 那就是一个很封闭的状态 当然有可能 他不要用网路就全部都不会看到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他们都是多么 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的选手 嗯 怎么会不知道 当有一些东西 对他们来说的那种影响 会有多大 所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是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真的 就是好像给我们上了一课 就是说对于关于全世界的 当全世界 你如何去对抗全世界的恶意 或许你在当下 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 嗯 然后看着你的目标 持续往前走 是 对那所以可是你看 现在又有不同的 这个声音出现 比如说像 另外一位 阿尔及利亚的选秀 他们现在就是国家 跟他都要告 对 全告嘛 全部告 整个网路上全告 对高一轮 对高一轮 那玉婷的说法师 他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 是 金牌已经证明了一切 对 我们不怎么做 看起来超级东方跟西方的 对对对 非常台湾人 对 非常台湾人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想 就是我们在面对霸凌的人的时候 我是觉得 哎呀算了 我就看我自己就好了 嗯 我也不要去管他 我就蛮像这样的人 嗯 对 有有有 有那个这个 募资指导 是是是 对 他也是为我义愤体大 对 然后我自己遇到之后我也脑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刚刚一开始他讲说 我们东方女性就是很容易 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之后 就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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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吃了饭死 你就想要为他出头 就不知道是不是 还帮忙想说 你要怎么回他 哈哈哈哈 对 所以 哎 这个就是我我把这个东西 一定带进来 是是是是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对于霸凌者 面对霸凌者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怎么想怎么怎么 自处怎么处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有所谓好与不好 是是 呃其实我觉得先可以先讨论 霸凌这件事情什么发生 霸凌的被霸凌者常常会 其实我们其实听很多例子 到最后被霸凌者 他其实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样子 但或许如果你真要讲的话 就是他也许在某些部分 会有一些抑制性 在团体中他有一些抑制性 对对对 但是他的那个抑制性 是被放大的 被放大的就是说 有可能别人其实也有抑制性 但是这个人的抑制性 被放大 特别被大家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第二个就是 当他被就是欺负的时候 嗯 他遇到就是如果你压 压他弄他的时候 那个霸凌的人成本不高 哦 成本不高 就是他可能不会给很大的伤害啊 不会给很大的回应啊 比如说这个人全班没有人会空手道 只有他会 你会不会去霸凌他 不会 哈哈哈 但是全班有很多人就是成绩很好 可是有一个人他成绩很好 但是他跟其他人格格不入 没有什么人缘 但是他成绩很好 跟另外一个成绩很好 跟班上同学也很好 你会想霸凌你要霸凌哪一个 通常都是霸凌那个成绩很好 但是跟大家格格不入 因为他没有资源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成本不高 然后第三还有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藉由做这件事情 获得成就感 获得权力感 获得控制感 然后可以安慰我那个觉得自我 曾经被伤害 跟觉得自己不好的心情 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忌贫 我藉由做这件事情 会让我很爽 让我觉得我很有控制感 很有力 我那些日常生活中会被 别人伤害的那些痛苦 可以藉由这一次的情况之下 发生 但也有第四个情况 跟这次的情况 可能又再接近一点点 那就是我认为我在做正确的事 我认为你才是坏人 我认为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这种就会出现一个 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霸凌 我没有觉得我在霸凌 可是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 我非常认为我是正确的 你是错的 所以我要用大家 这些正确的人来碾压你 把这个错的消灭 我不能让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一起 因为我认为 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呃 思想的法西斯主义 就是我认为只有我对 其他人都是错的 所以我用就是 就是像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 去碾压你 去伤害你 然后因为我必须要伤害你啊 我要伤害你才会被消灭 所以有一些霸凌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你会在我们的盛曲网章看到 有一些霸凌并不是故对方 就是有一些人 会跑去一些人说 你做错事 然后去留言把你骂得很惨 就是 并不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骂你 他很爽 而是他认为他这样骂你 是在 纠正社会风俗 他在做正确的事 他是有正义感的 你是错误的 你就要被消灭 其实这个东西就回到 我在书里面修路创商讲到 对对对对 我们的文化就是很习惯 错的就是要被毁掉 要被灭掉 没有什么就是改过之心的机会 也不会去思考跟评估 这个人他的确犯错了 但是他现在遭受的这一切 跟他实际犯的错 这个东西是合理同等的 就是他今天承受的东西 已经超过他犯的错 应该承受的东西 大家有时候 有时候我常在看到社群的一些 有一个人做错事 然后社群的人全部就是伤害他 围剿他 有些事情是真的很大 有些事情是他的确有一些 就是私得跟做错的事情 但可能没有犯法 但可能就是一些私得的事情 然后或是教养的态度啊 或是什么 然后大家围剿他的状况 就很像是他是杀人犯一样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这个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 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都经过网路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在日常生活 跟人是不会这样相处的 可是因为刚刚我说的第三点 没有后果 后果 第二点就是后果承担不高 我今天这样去骂你 我去踢一脚 成本啊 成本很低啊 我不会有什么就是伤害 我不会因为这样子 会被抓出来 然后被鞭尸说 所以后来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呃 比较有名的人 他会因为下面的人乱留言 他就告他 然后最后这些人 就要写回过书啊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下面的 粉砖就一片的和平 这样子突然变得很peac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 最 这个被霸凌者 当他拥有力量 他不让 就你霸凌我 你的成本会变高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不容易被霸凌 就像我刚刚说嘛 那个空手道 如果你一个空手道 你再怎么不爽他 他再怎么集成 你也不敢霸凌他 因为你怕被揍之类 但空手道不会随便揍人啊 这个是我乱举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他有很多 他是整个一个团体的动力 有的时候霸凌者 旁观者 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坏的人 可是在这样子的动力底下 很容易大家就会开始 因为你个人的经验 因为你的个性 抓你的站的位置 然后就会开始下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就会变得是一个 就是很像是集体的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一个集体的活动嘛 就是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难以脱逃 然后到最后等于大家都醒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 嗯 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为什么会 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就可能过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大家就觉得嗯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那为什么我们会 这个样子 他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集体的一个感染 这是非常正常 只要你进去玩 你在这个团体 你就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在这一个 刚刚讲就是 玉婷他没有被影响 这是非常棒 因为这有一个 霸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因为他就是一个团体嘛 就是像你在学校霸凌 为什么很多人在学校霸凌 会很痛苦 因为这件事情每天都发生 对对对 然后你逃不掉 对对你离不开 可是只要 就像我说 全世界都与我为敌 可是我只要专心做好我的事情 那简单 你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 变成你的全世界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解法 这个人 诶 这里 quote 一下 做一个先在这里notes一下 就是你就不要把这件事情 变成你的全世界 对 就是你关掉网路之后 其实他就跟你的生活没关了 就是诚实的说 的确是这样 然后你会说 可是旁边人看到我会指指点点 那你就出国 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本来就觉得我好痛苦喔 然后怎样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嗯 没关系 事情如果很大 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我们就出国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 诶 其实 避避风头 对对 避避风头 对对对 过了半年回来 就是又是一跳好汗 然后我就觉得 很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 你会去放大那一些 攻击你的事情 因为这在我们大脑 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到底为什么 因为大脑会怕你受伤 所以任何会伤害我们的东西 大脑就会特别是 就阿嬌啊 对 他就会这样 嗯嗯嗯嗯 你看了吗 我看了 好好看 好好看 就阿嬌啊 对 他就会一直看 所以我女儿才会很生气 说呱呱 你的脑子里面 有一点阿嬌的存在嘛 嗯 其实 因为阿嬌应该是要提醒他 知道说前方可能有危险 所以我要怎么去注意 对对对 但往好的方面想代表你儿子 他的这一个部分 还没有发展 因为阿嬌是社交型情绪 哦 他不是 他不是原始情绪 没有他可能说 你做些什么事情很危险 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次 不要 踩在柜子上面 拿上面的书 对 然后对他来说 一定要发生事情 他才会学 因为你儿子是 他是用这种方式学习 他跟你女儿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环境不一样 为什么我女儿 从小就阿嬌 一直住在他的脑子里 我觉得还是跟 他自己意识到 环境的稳定度有关 然后 呱呱天生的个性 再加上他意识环境稳定度非常高 反正有事情 已经有这么多焦虑的人了 妈妈也焦虑 爸爸 妈的 姐姐也焦虑 我根本不用焦虑 他们就会焦虑起来放 所以我就是 在那边都不会有人 都不会有人 不用担心阿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就是老妖阿 老妖天我家阿 你根本就像住在我家里的状态 你知道吗 好所以你说 这个是 为 我们人类为了怕我们受伤大脑 他会去放大 对 对你的攻击 没错 恶意 对 让你知道说这可能会有事 这可能会很严重 对 可能大家都很讨厌你 可能大家都很不喜欢你 然后你就会开始放大 然后他就变成你的全世界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对那些人来说 他可能真的也不认识你 好有道理喔 你看是不是只有周牧兹 可以把这种事情讲得这么清楚 好 所以你说 那就是简而言之到最后就是 我们面对霸凌 我们要如何自处 你就是不要 你专注在自己身上的 我们所谓的专注在自己身上 或者是 专注在你自己的目标上 就是不让这些霸凌 变成你的全世界嘛 那我就不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是这样吗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再讨论 因为他有很多 很多的面向可以去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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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刚我们讲到霸凌如何自处 面对霸凌如何自处 那结果刚 嗯 我们讲到这个 告与不告的事情 是我刚私底下就在问 问这个慕姿 我说哎 这样我就有点点心欸 你说 确实啊 我们看到很多名人喔 你对我那恶意的攻击 我就把你们下面一排 全部截图告 好 每一个都要上法院 我可能也不会要你多少钱 但你就让你觉得麻烦 你到最后 你就跟我道歉 然后呢以后大家就不敢在我这里这么放肆 就是惩罚 对对对 因为你的成本会变高 你刚刚讲到重点 那我就担心到会不会接下来 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恶意嘛 在网路上 在西方的媒体上面 不是媒体 是媒体下方的留言 或是在Twitter 就是现在叫X嘛 那上面就你会看到 会不会因为阿尔及利亚印起来 他们就一个一个告告全部啊 他们不是只有告那些这个 怎么JK罗林啊 全部就IBA告 然后连那个网路上的这些 恶意的这些都告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 他们成本变高 所以接下来大家 如果要这个调侃 就会调侃到我们 我们家的林玉婷来这样子 我就是会不会这样子 嗯 其实我觉得这 在霸凌这件事情上最 我觉得最 因为刚中间我们有聊到 最令人觉得受伤的地方 不是在于霸凌者对你的行动 而是霸凌者对你的行动 代表他是怎么看你的 而你就认同了 嗯 就是他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认同 或被他怎么看你给影响 而且甚至认为 这是全世界看你的看法 嗯 所以当你进去跟他缴获的时候 不得不说你一定没办法 不被他的这些价值观给影响 嗯 你也一定会去死 就是有时候会 特别是如果你是很容易自行的人 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 难道我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我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东西中 很痛苦很挣扎 而我觉得 嗯 当然我认为 就是 怎么做法都好 可是可以让你不要被这件事情 影响太多 让你可以在这里面 不会太挣扎 太痛苦 我觉得那就是对你最好做法 而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就我们刚刚说 没有所谓正 正确的做法 对 或是错的做法 对不对 端看自己嘛 对 因为像有些人他就是告 他告他每次看大家很痛苦 在那边写 写那个回播出 他就好开心 然后他就觉得我喜欢用惩罚 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 对 有些人就觉得天啊 我觉得你们好无聊喔 嗯 然后所以你们 就是像我刚刚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在开玩笑讲 就是当然就说 欸我真的觉得你很丑欸 嗯 然后他可能会 哦谢谢你喔 然后可能也会讲说 哦 听到有一些话叫做 人心是怎么想的 嗯 怎么看自己的 就会怎么看别人 哦从你身上真的感受到 这句话的真谛呢 然后之类的 这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心的不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伤害到你 嗯 这件事情会给你很大的强壮 不过我自己因为曾经经历一段一小段时间就是有一点就是 恶意 恶意的部分 那个时候我的选择的确一开始是先躲起来 嗯 但后来我那时候有一个非常 对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就是前辈跟我讲说 他觉得我要做的应该是把自己变大 嗯 不能把自己变小 因为你变小别人伤害你成本就更不高 你就更没有资源 嗯 所以你应该要把自己变大 嗯 然后让别人伤害你的成本 嗯是会高的 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帮助跟保护你自己 嗯 我在想对玉婷来说也许她已经找到了可以保护她自己的方式 所以比如说她拿到金牌这就是一个她保护自己的方式 嗯 她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她不被她她的努力是努力在我保护自己 嗯不被这些恶意这些丑陋的东西给影响 嗯可以保有我的单纯 我可以感受到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还是被爱跟被照顾的 我有感觉到爱跟照顾跟支持是我的全世界 而不是那些恶意那些恶意被我放在我信任圈的非常外围 对 这就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 嗯 所以告与不告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选择 嗯对 我没有觉得哪一个东西是一定正确的 真的 所以同样的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霸凌事件也是一样的做法吗 呃 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如果今天对方霸凌你 就是你自己站在自己这一边很重要 就像有些人就是说对方会这样霸凌你 人家会这样讲你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 不 人家会用那么难听的话讲你 通常跟他有关跟你无关 我们一般人遇到很讨厌的人 像我们这一种 就是孬种的个性 我们遇到了 我们会怎么样 就算他欺负过我 他伤害过我 我们看到了他说 诶 你今天好吗 天气好 嗯 好很打你喔 好累喔 还健康吗 好好保重身体喔 怎么那么闹啊 对我们是怎么闹 到底为什么那么闹啊 看不起我自己 但是我们就不造口验嘛 我们就不造口验嘛 所以有些人他没有怎么样 他也要讲话伤害别人 所以那个问题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事 要被这样讲 而是讲这些话的人 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他自己的性格在 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些人在网路上讲话 很没有 礼貌吗 没礼貌也好 就是那一个都没有在遮掩 没有遮掩到我就想说你不晓得你讲的话 你以为你是在骂别人 但殊不知你说的话 其实代表你自己 嗯 代表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代表你怎么看事情 代表你眼光怎么样 代表你的人格 你是好 你是一个就是值得尊敬的人格 你有没有道德标准 这些东西其实都显现在上面 所以大家以为说 哦他讲话攻击别人 那个被攻击人很可怜 不 讲话攻击别人的人 你是怎么样的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件事情是最有趣的 就像JK Roling 我们他就现在就要老还电神经病 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想法 并不是纯粹他讲什么话大家都相信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社会 还有多元社会一个非常 非常痛苦 但也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某方面来说 我觉得当你越来越理解这件事情 你自己其实会慢慢越强大 而当你做他做什么事情 对你都没有影响的时候 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信心 为了要感觉到自己有权力 可以控制他在你身上得不到 其实跟情绪勒索一样 他在你身上得不到他会爽的感觉 他就会去找别人 找那些会被他化影响被他化伤害 被他化感觉到痛苦的人 所以你说玉婷会不会被伤害 我讲一句实话 我觉得玉婷这个表现 他就是一副 嗯 没关系 随便你们讲 反正我又不觉得 我不在意 反正我又拿金牌 金牌拿到了奖金是我的 你们讲跟我屁事 就是他的表现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大家还要花力气去讲他的这个可能性 其实一定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 因为对他没笑 所以那一个东西不会这么大 那我觉得后来变得很大 也跟我们很多台湾人大家反应很大嘛 就是我们的 这是正常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个议题 又对媒体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好 很好就是操作议题 反正就是奥运也没什么新闻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看奥运吗 哎呀 感谢大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不只是霸凌反霸凌 他可能还包括很多 媒体操作的一个层面在里面 嗯 有人说其实刚刚牧师老师讲的这个 也可以用在职场 让自己更有价值 就是增加自己的价值 让自己更壮大 这不是说只有在人际关系上面 对不对 确实是 是 那有人说 对啊 网路霸凌 我可能可以避开不去看他 但如果是职场霸凌 难道我就辞职吗 还是我要对抗吗 我觉得职场霸凌这件事情 更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劳基法现在都有一些规定 嗯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 啊 我要弄到劳基法 这样子我不会黑掉嘛 我告诉你日早敢弄 大家公司就不敢弄你 就是 就是你的那一个态度 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二对方这样子对你的时候 如果你跟他 不管他就算是你主管 薪水不是他付的 他就算是你老板 他给你薪水是 因为你有能力 他聘你来做事情 如果他到最后会 因为你回他话 而决定要资钱你的话 你还会拿到资钱费 哦 所以这件事情你的损失 其实没有他大 所以当今天对方对你 其实态度不对的时候 其实你要制止他 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老师你怎么会这样讲 这个东西很难欸 可是其实是要的 我自己以前年轻的就是这样 当你够白目的时候 别人其实拿你没辙 我之前在一个节目上 聊过一个例子 就是 我以前啊 就是工作的时候 刚开始当新鲜人 然后呢做第一份企划书 那做的不是很好 然后我的主管就把我交进小房间 骂一顿 你做这种东西 你知道我们以前 写这种东西 就会被丢在地上 嗯 如果我把你的企划书 丢在地上 你要怎么办 你就说捡起来吗 我就说就捡起来啦 哈哈你好像有跟我讲过 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说就捡起来 然后他就愣住 然后他就很生气欸 他说我把你的企划书 丢在地上 你怎么会就捡起来 我心想说所以答案错了 然后我那时候信号 还是有一些知觉 还有一些人际知觉 我想说他好生气喔 看起来我心里想说 我本来要回说 难道我要叫你捡起来吗 因为是你丢的 但是我心想说 我看他这么生气 我应该不能回这个 然后我心里 我那时候就后来就 没有讲话 但是我心里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他好奇怪 他问我好奇怪的问题 然后他气得要命 嗯 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我出来之后 我只是想说 我还后来就问了同事说 欸啊所以像这样子 我要回答什么 我说不能回答 他说那我就捡起来 那我要说叫他捡起来 也不行吧 看他那么生气 那我要回什么 然后同事就说 你怎么要回这个 那你那时候到底是怎样 你是 就是情绪稳定到这样回 还是其实你就 我觉得我那时候 应该是有点隔绝 然后我对他应该是有点生气 就是我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凶的 对我讲话 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个性上 在别人别的权威这么凶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你让我不舒服 我一定也要让你不舒服一下 所以我会回一个 让你就是不知道怎么骂我的话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 应该算是我从小的生存策略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整个 就是有点坏掉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样子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有个蛮重要东西是 如果你可以为你自己的权益在合理上 去为你自己的界限 为你自己发声 那别人再欺负你 会有成本 嗯 不用太高 只要让他可以不舒服 没有那么 情绪可以这么容易 发在你身上 他会 他就会开始减少 嗯 这件事很重要 然后还有现在真的有很多方式 可以去处理 职场霸凌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有很多法律 嗯 我非常鼓励大家 就是可以去参考一下 对 好 那今天其实 跟慕姿聊这么多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我们就从奥运 这一届的奥运 有很多的议题 然后我们最重要 其实我想要聊的是霸凌这件事情 因为呃 很多人都会在节目的留言下 来问我们 就是 遭受到霸凌 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 你再怎么样的霸凌 你你你在看这一次 你会觉得哇 你有遭遇到这种 龙卷风式的国际大型霸凌吗 真的没有 所以呢 我觉得从这个例子来聊 实在是非常的适合 那最后 其实我还要恭喜慕姿老师 恭喜你 耶 终于属于你自己的podcast 要上线 而且一上线 立刻就冲到那个podcast 排行榜 第一对不对 没有没有 现在就是第二 现在第二吗 前面不是 前面没有到第一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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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觉得你出来就是第一 你记错了 你太爱我了 好我们来请老师分享一下你的YT 还有你的podcast 好我一定要讲 今天欢迎大家 如果你是 因为现在除了podcast 周末之 放心说 还有就是那个YT 那如果是podcast的话 今天如果大家看完节目 你觉得你还有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收听 就是我跟童文杰一起聊 就是除了童文杰这本书 三明之妈的多重宇宙之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有聊到就是童文杰的一些心路历程 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把快要就是一个半小时 剪到40分钟 就是非常非常浓缩精彩 就欢迎大家可以收听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影像 所以如果想看影像的YT 我们YT有设首播 晚上7点影像YT首播 就刚刚我说你如果想听podcast 你可以就是现在等一下就可以听得到 但如果你想看YT首播的话 你可以在晚上7点的时候就是找 童文杰放行说 频道会有YT首播 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订阅 那这一个频道呢就是除了 刚刚我说过可能会有一些访谈 介绍一些书 然后像脑筋急转弯2 我也有要介绍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文本分析 像我前面其实讲了一些不够善良的我们 一个一个角色分析 去讨论焦虑衣服啊逃避衣服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的 我很喜欢的单元 叫十分钟心理学 所以包含谈一些情绪隔绝 情绪的不反应期 还有一些情绪勒索等等 就是一些简单的心理学概念 或者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说 啊怎么样叫做自己 怎么样爱自己 这种很简单的心理学概念 我都会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小主题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也有就是大家如果来信来 就是我们有一个放心来信 那写信来 大家就是有可能可以 就是你的疑难杂症 可能会被我选到 被我们团队选到 然后我有机会在节目分享 就是关于你跟我分享的内容 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周慕之放心说的 podcast跟youtube 每周一跟周四都会上架一集 那今天上架的呢 就是我当来宾 对 周一到周四 周一跟周四 没错没错 所以那这个聊的部分 当然是 当然还是用我的这个三明师 骂作丛这本书出发 但其实里面谈的东西是 我在其他的 上其他节目中 比较没有谈到 自己 对谈自己的部分比较多 因为你看我之前这本书 其实出去外面 大家在访问我的时候 每个人关注 每个主持人关注的焦点不一样 有些主持人 因为他有长照的预题 所以他就会一直关注在我的 我跟我母亲的互动 我母亲的状况 那有些是 对孩子的部分 特别的感兴趣 有些是因为自己生病 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但是 慕之比较 他比较 关注的是我自己的心理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 在别的节目当中 比较没有聊到 我也不太会在 我自己的节目当中 去剖析我自己的心理状态 到底谁会问这种问题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所以呢 所以周慕之就是 哇呀哇呀 在我的心里 给他哇呀哇呀哇 所以这一集呢 我也不知道剪成什么样子 因为他说剪成40分 我也是蛮期待的 我等一下也会去听一下 欢迎大家 就把周慕之放心说的Podcast 跟YouTube订阅起来 每周一跟周四 都会有新的上架 非常谢谢慕之老师 今天呢 陪我一起聊了 我很想聊 可是又很难聊的一个议题 但我觉得聊得真太棒 谢谢慕之 每次来你这边都超开心的 谢谢一下听广告啦